那我想來想去覺得到底關我屁事啊 呵呵 就是說難怪現在這個結婚率這麼低 什麼時候現在連這個自己老公的姊姊 跟他的老公在外面做的事情 也變成是這個家裡面的媳婦要出來負責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莫名其妙啊 那所以我對於詐騙案的這個要求 一向是要從嚴省理 那絕不寬待 絕不姑息 這整個事情從我第一天出來受訪的時候 都講得非常清楚 我就問你除了你自己 那可能加上你自己的先生之外 你會知道你的老公的姊姊 跟他的老公平常是在做什麼工作嗎 他們有一份正當的工作之外 他們還有在搞什麼什麼什麼幣圈 等等的事情 你會知道嗎 那結果他們出事之後 那要你負責你能接受嗎 所以其實我心裡一直都覺得說 當然昨天也有點委屈啊 覺得到底關我屁事啊 那因為這個事情就造成 就是連我自己的親生媽媽都有誤會 然後所以我當然覺得就是說 非常的非常的無奈 所以請大家就是一些 我當然知道碰到我很多人就想要做政治攻擊啦 那想做政治攻擊的人請繼續 但是不要去傷害到其他無關的公司 引起了社會大眾的關注 造成了我太太 長官 同事 跟朋友的困擾 以及麻煩 我要先跟她說一聲 我神感抱歉 那我的姐姐跟姐夫 他們都是已經四十歲的成年人了 他們應該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他們的所作所為 是就連我父母 我的親友 我太太 甚至我自己 我都沒有辦法把他們兩個人所做的事情負責任 那這是一個正在偵辦中的司法案件 如果我留言裡有涉入 如果我 我第一個 我絕對完全沒有涉入 他們所涉及的這個案件 如果我有涉入 我會立刻請辭下台 那這是一個正在偵辦中的案件 所以我也希望 我也呼籲 檢警量 能夠因為 社會大眾的高度注目 能夠盡快的查明真相 如果他們有犯罪 請不要侵犯 誤亡誤眾 我甚至 認為要發的越重越好 為什麼 因為 直到這次的事件 我才知道 詐騙極端 對於 一個正常的家庭 的傷害有多麼的大 但是我也必須要說 如果調查的結果 他們並沒有犯罪 我也希望 封部能夠 到此為止 還給大家一個 靈性的生活 謝謝 謝謝 如果昨天這個人意味 真是痛苦這樣子 你會不會覺得很心疼 然後他說 如果你涉案 他要跟你理會 會不會出現不應危機 我的太太 她昨天會做出那樣子的表態 在我看來 是為了表達他絕不活斷 那我要跟大家說明 第一個我自己有沒有做 我最清楚 我本人絕對沒有涉入 如果我有涉入 我會立刻 請辭下來 而且我會覺得 愧對我的同事很常怪 那 他做出那樣子的表態 我完全不會怪他 因為他是為了表達 謝謝 謝謝 謝謝